全宇宙的华人文家各位好 我是聂俊 那最近很多好游戏要出了 而且很快 史维曲的官方大作 荒野之类 不是 国王之息 要不然反正差不多 都要出了 那我们现在很期待这个游戏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公司里屏幕不够多 很多人又不能在公司里用自己的写写器来玩游戏 因为毕竟显得好像整公司玩游戏不好嘛 因此我们却开始考虑能不能有一些 更便携的替代的屏幕方案 哎 结果就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玩具 雷鸟的XR眼镜 我们也是刚刚收到这个产品 所以今天来开箱给大家试玩一下这个东西 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 一个便携屏幕吧 好 来认真开箱啊 好 开箱结束 看一下 这造型有点怪怪的 它这个是眼镜镜片 跟这个是分离开来的 如果没有镜片的话 镜片是磁吸上去的 这样就看上去就像个正常的眼镜了 然后这个眼镜官方是可以配近视镜片的 各位好像还没看过 没戴眼镜的样子是吧 来 画个新鲜眼镜 确实 不过这样的好处就是 可以透过镜片看到外面 完全不会有视觉上的影响 但是确实这个造型有点奇怪 如果附上这个镜片就好多了 来 我自己看下什么样子的 还好 我觉得至少看上去不会像是一个 AR或者是VR眼镜那么夸张 看上去还像是一个正常眼镜 如果是坐在高铁上面戴这个眼镜的话 应该不会有太奇怪的感觉 但是如果拿下来就很奇怪了 别人跟你说话的时候看不清楚 因为你这样戴着这个时候 整个面前是黑色的 整个面前是黑色的话 可以让你的屏幕显得更加的清晰 但是相应的你就看不到外面了 所以别人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下来 所以这样子很正常 然后别人跟你说话就 嗯 你好 很可爱 整个眼镜非常的轻 它这么轻的原因是 好像里面是没有电池的 但也没有运算芯片 所以基本上是不会发热的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个人 是不能自主运算的 因此它完全没有配一个充电头 就是一个连接线 它是要连接到手机 或者是连接到我们的输出设备 才可以用的 它的官方数据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打在屏幕上 从感官上来说 这个眼镜戴在面前 它给人的直接观感就是 在你的4米远的前面 投了一个130寸的大屏幕 你可以理解为 你去看IMX电影院那种感觉 在这个进腿 进脚的下面 是有两个扬声器 刚好对着耳朵的 就听感来说 这个扬声器的声音还是不错的 因为毕竟离耳朵那么近 从外人听起来 有一点漏音 能听到一点声音 但是听的不明显 并听不清楚里面到底是放了什么 所以只要你的声音 不是太过于尖锐 而且有代表性 还是 旁边的人应该还是听不出来的 我说的是一些打怪 然后怪的那些 咒机的叫声 你别理解错了 然后这是一条连接线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是不能充电的 因为它里面没有电池 所以它很轻便 但是它需要连设备 连它的用电 都是从设备提供的 自己本身是不带电池的 连接非常方便 就是这个东西小磁锡 系上去就可以了 这种磁锡方式也不用担心会被扯 就把眼镜给扯下来了 但它其实挺紧的 如果不是发生了意外 真的突然之被人扯掉了 这样子的话 正常的摇头晃脑 应该是不会掉下来的 还是很结实的 虽然说它有连条线在后面 但是因为它的位置 以及它本身很轻便 所以即使连条线 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妨碍 还是挺轻松的 我再戴一下 这是连完线之后的效果 感觉上这个线 在你这里当然能感觉到 但是在头上的感觉 基本上是无感的 线特别的轻 然后听说有人说 戴着这个眼镜拔插这个镜腿 有可能会夹到头发 其实还好 其实可能性不大 而且官方的建议 还是先把这个线给连上去 再戴上去 这样就完全避免情况了 其实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但我还是建议各位 先接上线再戴上去 它的这个腿是可以掰得很开的 不是 我说的是这个镜腿 镜脚可以掰得很开的 适配一些人脑袋比较大 那我个人来说 其实这个宽度已经足够了 那可能脑袋比我大的人 需要掰得更开一点 我们找了一个公司 比较脸大的人 试试看会不会夹头 如果掰开来的话 至少它的反应是 没有这种夹头的感觉 还是挺舒适的 它的鼻梁架也是用的是这种 我们叫做记忆金属 也就是可以掰来掰去 不容易断的 然后可以按照这些鼻梁去调整 这些都是标配到位了 所以总的来说 它的佩戴还是挺舒适的 长期佩戴基本上不会有 坠头或者不舒适的感觉 还是很轻便的一个小小小产品 好 刚才还没连上的 我们正式连上 哦 这画面还是很清晰的 而且亮度非常高 其实我试过挺多这样子的 我们叫XR眼镜 它的清晰度都还能看到颗粒感 以及它亮度还是不是很足 但这款的亮度真的非常高 或许是因为这镜片的原因 我是该把镜片拿下来 其实即使把镜片拿下来 没有这块墨镜遮挡 它效果还是不错的 因为本身这个还是能有一点的遮光效果 并不会特别透明 加上它亮度特别的高 特别的亮 然后把这个遮挡片带上去之后 效果就更加好了 我们这里有个很大的摄影灯 两个摄影灯照度 非常亮摄影灯 在这么亮的摄影灯背景下 我一人是能看到画面的 所以在这么亮的灯光层下 还是能看到画面 表示它的亮度其实是不错的 官方表示清晰度为1080 虽然没有4K 但在我看来其实非常清晰 基本上是看不到颗粒感的 在画面里面能看到一个箭头 你可以用这个箭头去指 也就是用脑袋去指 原来可以用手机这样去指 对手机直接模拟了一个 模拟了一个叫红外线的一个指针吧 现在我在这个画面里面 它是一个接近于 结合了VR和XR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你转头的时候 是真正在转头了 它并不是画面跟着动过去 在画面切除也是跟着动过去 因为它不像VR设备一样 是整个画面包裹住的 它只在前面投了一个很大的屏幕 但这个屏幕的内容不是固定的 这个屏幕内容是跟着你的转头 它会有变化的 所以我前面看到的是一个窗户 再往这边看 就能看到一些界面了 所以它还是结合了陀螺仪 这些东西来运算得出的结果 然后在转头之后 这回用这个来控制 不要看的东西 点开就可以了 当然在看这些单纯的屏幕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大屏幕在面前 如果说VR是透过一个前望镜 来看前面的话 那这个就更像是在坦克里面 透过小小的一个窗口在看外面 当然这并且不是VR产品 所以我这样说我是很理解的 我更注重还是拿它来看电影 看我们当画面来看 然后现在感觉到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听到 声音外衣 现在是有一点音乐的 我现在声音很大 而且音质还是挺不错的 挺有沉浸感的 而且它的位置因为并没有带耳机 并没有带耳机 所以耳朵上并没有塞东西 感觉耳朵上不会有这种负担 耳朵里面没有带耳机的负担 同时又能听到很不错的音质和音效 好像会有种感觉 这个音乐是不知道从哪来的感觉 好像从天外传进到脑子里的感觉 好 我现在连上了switch 玩一下spalatone 真的这个画面真的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它的色彩 它是用的是OLED屏幕 所以色彩非常的鲜艳 但玩游戏的时候你换转头就没有任何效果了 那转头只是可以让你舒服一点而已 也就是说可以这样躺着玩 所以这个拿来躺床上玩是很舒服的 这样躺着玩 画面效果真的是很不错 让你很惊讶 而且刚好switch的分辨率也不是特别高 在这里看来因为屏幕又大 又虽然很大但是也远 它的像素密度其实是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感觉虽然switch的分辨率不是很高 但是在这里面看switch好像特别的清晰 基本上看不到锯齿 但是它连switch有点麻烦 它需要一个这样的转接口 然后再连switch的底座 当然你可能带底座出去很不方便 所以还是如果是一种小型便携底座 接上去也是可以的 但我个人来说 因为它要带这么多东西 还特别有一个转接线 那如果在外出用switch的话会没那么方便 即使用了便携底座 那更方便的还是在家里任何地方躺着坐着 都可以在不打扰外面的情况下玩游戏 而且一旦它连上蓝牙耳机 这个音响是不会放声音的 所以基本上是可以完全隔绝到外面的影响 也不会打扰到别人 但是连像这些steamdeck之类的 本身带有DP输出的设备 就不需要任何的转接线了 直接接上就可以玩了 那就非常方便 所以它其实跟这些我们叫便携掌机 是非常的适配的 现在我已经带习惯了 再我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屏幕 挡在我面前 非常的舒服 很爽 而且音效也很不错 一旦习惯之后会觉得 好像用这样的玩游戏 挺爽的 成绩感特别强 因为周围的东西基本上都被隔绝了 都是黑黑的一片 只有一个很大的屏幕在前面 所以大部分Windows掌机 都是能够支持DP的 Switch需要转换一下 PS5和Xbox也是可以支持的 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反正主机估计也没人把它便携来用 但手机 直连的话 它需要手机本身支持DP协议 现在支持DP协议的手机并不多 如果各位只是拿它来用手机看视频的话 还是看一下自己手机 支不支持DP协议 但是即使不支持DP协议 官方也有转换器 可以让所有不支持DP协议的手机 包括iPhone 经过转换就可以接上了 但这个转换器就需要各位另外购买了 至于这些有Type-C接口的 苹果电脑和Windows电脑 基本上都是可以直连的 连上去之后直接就可以看到屏幕了 比基本大很多的屏幕在面前 所以 而且还是可以分屏的 这个屏幕和那个屏幕是可以不同两个屏幕的 其实它就是个屏幕在面前 虽然带到外面去做一些办公还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它的清晰度在系统下就明显感觉到 没有了我们笔记本的这些视网模屏幕要清晰了 能够看到一些文字的颗粒感 要把它的UI尺寸调大一点就会好一点 但相对办公来说 我更建议这个东西拿来玩游戏是最好的 因为看影音玩游戏 它的效果真的非常的赞 总结来说 它非常的轻便 然后它里面自带的应用 可以玩一些小游戏 可以模拟一些VR的效果 做出一些头部运动的感觉 但是它的更多的作用 因为它是个屏幕 在眼前是个屏幕 而不是整个包裹住的 所以看更多的作用还是当做一个 私人的便携的大屏幕 来去插各种设备 比如说玩Switch 玩Steam Deck 这些游戏 当然除了便携之外 我觉得更舒服的是 可以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然后接我们游戏机 任何游戏机都可以 而且它没有电池 也没有运算 所以最大的好处是 不会发热 也基本不用担心续航问题 你只要注意你的设备的续航 只要你设备续航没问题 它续航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此也又少了一个充电器 和另外一个续航的焦虑 我觉得这点是很舒服心的 只要我看来 这个东西最方便的就是出差的时候 可以随时带着出差去玩 不管在高铁上 飞机上都可以用 但就算在高铁上飞机上不用的话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可以到了酒店 还可以接上我的游戏设备 随时用大屏幕玩游戏 虽然说酒店往往都会有一个电视 但是效果都不特别好 而且接起来很麻烦 有了这个之后 我出差随时都可以娱乐 因此我觉得两类人群 第一个是在家里玩游戏 或者说在宿舍玩游戏 玩一些比较沉浸感的 不想给别人看到的 或者说是不想被别人影响的 不是说恐怖游戏 不是说惊悚类游戏 你们别想玩啊 那玩这些游戏 或者看这些视频的时候呢 自己一个人在一个思想的空间里面 非常的沉浸 这也是很适合家人 以及在宿舍的朋友用啊 第二就是需要便携 外出办公 外出娱乐 在飞机上 在高铁上 想要做点娱乐的时候 用这个来看是很不错的 因为我经常坐高铁的时候呢 看到以前拿个pad放在这里 然后看他看视频 然后后面的所有人都跟着看 我又不希望别人看着我这看 但我又不想用手机看 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了 但墨镜一戴 好像别人以为人在睡觉 那其实在看视频 感觉不错 OK 接下来我会很长时间 跑北京 跑上海 但是很快我们的荒野之类 不是 王国之息要出了 我会尝试用长时间 用它来玩萨尔达星座 OK 今天的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次我们来聊《狂野之息》 《狂野之星》 这些名字能不能那么混乱呢 《狂野之星》 《狂野之星》 《狂野之星》